现在我觉得检票特别快 因为是那个什么 因为杂鸡特别多 你看说好多杂鸡 以前他不可能安排这么多人对吧 但现在所以你怎么说了 这个机械化确实会 你看那么多的人 就是很短的时间内就都通过了 所以说这个 这怎么说了是吧 因为杂鸡的话它可以 不要它不坏是吧 那它一直可以服役 人不一样 人 人你的那个 那个什么是吧 还得各种各样的这些管理啊 所以这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表现吧 今天天气真的很好啊 你看这天气 唯一的是可能 疫情还没有说完完全全结束嘛 大家还都戴着口罩了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好像 因为广州这边啊 据说啊 就新闻报道已经是85%的人都感染过了 所以说也不重在说那个没 我没听到有多少人说还还还在咳嗽 包括后车头 因为前段时间啊 你到哪里 哎呦全是咳嗽的声音 一片咳嗽声音 因为小朋友那拿一个叫什么奥特曼是吧 哎呀好费劲啊 哈哈 因为离开车还有多少时间啊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太着急啊 找到我们的位置吧 我不知道我是几车厢啊找找 应该在后边啊 我们往后走 应该在后边 就是推动了一个整个社会的进步吧 以前的话 包括后车 包括检票 上车 哎呦整个流程是特别特别的繁琐啊 因为没有办法 那时候全靠人工啊 但现在不一样了 自动化 就是改变了好多东西啊 你看这个广州站很小啊 还不是很小啊 就是以前的 这应该在广州站 我不知道哪年建的 那时候这些房子呢 什么 还比较小 因为那时候也没有想到说 广州会成为 接近两千多万人口这样的 这样的城市啊 当然是常住人口啊 因为户籍人口应该没有那么多啊 咱们走这个太阳下边 尽管说有太阳 但是还是因为冷空气还没走嘛 所以还是有点冷啊 但是只要广州是这样的一个特点 因为它这个气候啊 你只要没有 没有持续的这个从北北面来的冷空气啊 很快的话 这个冷空气就会 又会那个消失掉啊 绝对下去就热了 这样一个气候 现在这些火车站啊 慢慢都在不断的改造扩建 适应这个未来的发展 因为不仅仅是要大 它并且在这个设计上啊 还要能更能提高它的一个效率 那以前的火车站可能在设计上 它就没有考虑到现在的这么多的人 或者说没有考虑到 这些新的变化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要求吧 新的火车站的一个要求 现在不知道走哪了啊 好像还在后面啊 哎呦 有点远啊 尤其这拉着大包小包啊 确实有点远 尤其车厢在后面的话 这个车是开 开往包投的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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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快到了 好了 我们能够排队上车 上车了 上车了 一会儿就走了 因为 原来买的是运柱啊 运柱啊 但是 后来那个 改签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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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是 明天明天凌晨 明天凌晨那个 找木的地方 就是那个 火车道啊 以前 很喜欢 很喜欢这种这种火车的感觉啊 因为 不可以去到一个未知的地方 就探索一些未知的东西 我们这个车两点出发 两点出发 天气真的很好啊 非常适合出行啊 心情也很好啊 这种车子应该是 拉那个 我们说这个 闪装货物啊 闪装货物 拉煤啊 拉什么 不像拉煤的 拉什么的 不确定啊 不确定拉什么 我没看到有 有顶盘啊 不知道是拉的什么东西 这会儿我们拍拍这个窗户外头啊 因为今天是走是白天的一个车啊 可以看到 看到外面的什么 然后天黑我们就睡觉了 那 像这个一般 一般 好像重载的可以拉五十五十几儿吧 我不太确定啊 因为对这个火车 这个 不太厚实那么特别的专业 还有有好多的 有好多人特别喜欢这个研究火车方面的东西 很有乐趣啊 他们跟 确实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每个人都有自己爱好的地方 和东西啊 你看这个车还有这个儿童购校标准的半价 现在已经不按这个 不按这个来开始弄了 按这个年龄了 对吧 所以你看这车还有这样的标准 哈哈哈 哎呀 以后估计这个就都快改掉了 这也是一个 一个历史